請那個我們主委 書長 請楊書長 市長你好 我今天剛剛提了一個臨時提案 在院會我想快會通過 那就是剛才很多委員也覺得問到了 就是現在打這個流感疫苗 這個大家價格差很多 居然算一算 工會比非工會還貴 有這種現象 我剛才去做這一支 給我們立法院 立法院不錯啦 只有互百很多幾con 這樣算是抄 Events 行錢 行錢嘛 是差不多 那多少算太高 因為那個是依照 管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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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 有的、有的你看 比如說以台大醫院為例 有人提到一百塊瓜э commission 它的流感i 還要致付五十塊注釋費 三百四十七塊診察費 八十塊醫師費 然後家長這樣 農總就是要給我錢錢 有比較貴 有比較貴 貴一代 我看是 因為他這個是依照各縣市公告的這個收費標準區域 但是呢 民眾的感受是覺得是太貴了 雖然我們H1N1 就跟醫界達成一個協議 是啊 所以這一次這個 我們也感謝醫界的回應 我們希望以後的這個各種的接種 希望能夠訂一個比較 請問署長 請問署長 H1N1免費是只有 要那個注射 only免費 還是全部啊不囊當 包括等於說 我們醫生住 H1N1也是做醫工就對了 確定喔 確定喔 全部都是醫生給你控制 因為那天在記者招待會 我們感謝這個 醫院協會的理事長 跟醫師公會的那個副秘書長 本來是理事長 來的 他們公開宣布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們的 減少的收費是超過10億 這是他們來配合國家的防疫 確定喔 但是流感這個 以後他們願意不願意再配合 我就不知道 但我們希望醫界能夠接受這個呼籲 現在這樣子流感疫苗 收費這樣差這麼多 差很大 衛生署署長要不要公開呼籲 老百姓去什麼地方可以打比較便宜的 而且絕對安全的 我覺得我們還要再擴大的呼籲說 如果你們願意到衛生所去的話 那衛生所是不收費的 所以現在就差很大 不是說兩百四塊嗎 沒有 衛生所是那個不要錢 一塊錢不要 不要 我長家主委 是啊 所以我們現在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因為那一部分是 這個依照這個各醫院 配合這個衛星局的價格 署長 是 你上任署長之後 話題不斷 很有賣點喔 而且看我的臉也不錯 拍一次廣告可不可以 拍一次CF 可以嗎 我不夠帥 也許請 沒有啦 沒關係啦 你拍一次啦 我們再考慮一下好了 不是 署長 這個可律師嘛跟帥不帥沒有關係 你也不錯啦 你有看不到臉 記者很喜歡看你講話 老百姓喜歡聽你講話 我還沒有去跟記者請教 我還不清楚 你們記者看看 他們喜不喜歡 因為你會磅炮啊 這個東西 對不對 不敢當 所以你就很大聲講 是 大家都來家主 國台語 什麼客家語 三聲帶 都來家主 不用錢 要多少 他說要五百 不用 要三百 不用 要兩百 不用 來 換你 明 這樣 孩子都有啦 剛剛那個如果把它錄影起來的話 那我們可不可以到時候 委員署借用你的剛剛講的 不可以借用 不用啦 你署長這樣 我們是 我們是委員啦 謝謝 委員是放炮的 委員也很好 也是 不會吧 書長 你來 你來講 不快 謝謝 那個 那個 這樣 很頻率進入對不對 我說 很像那個 對不對 很像國務台嘛 對不對 這不必 不必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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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 好 趕快 來 請看 網站 我就去國務台 不好意思 書長 請看網站 是 我盡量遵照委員的指示來 我們期待 因為 因為 不是只有這個而已 還有 H1N1 是啊 那麼 不說清楚 我問你一個 比較 serious 問題 專利 我們就很外行 請問 流管打完之後 多久才可以打H1N1 這兩個是不同的 通常是 一般的 可以同時打嗎 三個禮拜 可以啦 來來來 局長講一下 現在的證據 沒有任何證據呢 可以說是 不可以同時打 對 過去我們的流感疫苗 裡面呢 本來就包含 三種不同的這個病毒 疫苗株 所以呢 沒有任何的證據說 他不可以打 那至於 我跟兩位長官報告 我昨天打完 醫護人告訴我 這個齁 就等於是 得了一次感冒一樣 你也省省 果然不錯 打完之後 我就覺得省省 我來執行 稍微好一點 就 就 跟感冒一樣嘛 對不對 在宣導裡面 再把它加強 所以 要隔多久 沒關係 是不是 沒有關係 是不是 沒有關係 好 那 那 請另外一個齁 現在H1N1 另外一個題目 署長 你聽好 剛才我聽到是消息會 剛開了記者會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 還是這幾天開的 我不知道 有人在 或者是這幾天消息 就是大家在 在complain H1N1 衛生署的 policy不夠明確 所以醫院呢 我們沒有專區的隔離醫院嘛 沒有嘛 所以這邊有人就是用說 喔 有的醫院說你一定要住單人病房 有人說健保病房 這個問題怎麼辦 那個不對的 我們已經交代健保局在處理 這個健保局要不要說明一下 這個是不應該的 那個H1N1不需要去做隔離 但是要區隔 隔離的時候 都不能去外面 隔離跟區隔離 隔離跟區隔離 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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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說一下嗎 英文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隔離跟區隔離 隔離就是quarantine 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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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離怎麼講 Supiration 對對對 我覺得Isolation比較嚴重 隔離 隔離 你跟人家睡覺 不要這個盡量不要接觸 但是你 比方說H1的病人 戴個口罩 可不可以去買便當 當然可以 隔離的話 你就不能出去走 你走動就要抓起來 H1 我問你 H1N1的病人 在家裡 不要只能帶到他小房間 當然可以到客廳去 戴口罩 可以啊 戴口罩 市長 我最近就有一個選民服務 他遇到H1N1 遇到H1N1 遇到H1N1 他的先生趕快去死 然後就叫他 你只能帶到你的房間 他先生不要跟他睡一起 住在客廳 這真正發生的喔 然後還是醫生告訴他的 地方的醫院告訴他 說你要這樣做 你回去以後 為了你們全家的安全遭享 所以管理在你家 所以他現在都在裡面 只能夠打電話跟人家聊天 或者看電視上網 不敢出理 連他先生給他送病人進去 那是非常嚴格的 那是最好 可是這樣如果影響到 可是這樣影響到正常生活 我們要權衡 權衡正常生活 跟防疫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並不建議這樣 我們並不建議說 一定要做到隔離 不需要啦 所以這個是錯的 所以 像 那個署長 像這些都 真的你那個 CF拍一下 真的 拍一下這都要講 這經常都要講 剛上來新科立委 表現很好 很有水準的 很少人看 很少人 想要看你這個face 只是說這樣 不錯 謝謝 我請教你 H1N1病例兩萬三 我覺得不只這些 你這些都是有通報的吧 你們要不要估一下說 實際上 有些人說不定已經得到了 已經好了 都不猜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這個沒有辦法估計 各國沒有 因為這個是一個所謂的 輕微的 隨便一個醫院 裡面的幾萬人 沒有沒有沒有 兩萬 沒有 這個我們那個 他要健保申報 健保申報醫師 一定要寫一個診斷 所以那個數據不會差太大 但是很 我相信有相當一部分的人 感染的沒有去就醫 我們很多人感冒不就醫 所以這種溫和的 為什麼這個世界衛生組 一定講說mild pandemic mild pandemic 很多人來講病情很輕微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像我昨天晚上就打了幾個噴嚏 流了鼻水 今天就通通好了 對不對 那我知道我大概不是H1N1 因為我 蔡委所長 老闆講嘛 因為我以前大概都干擾過 我們H1N1就是另外一類型的感冒而已 是啊 對不對 感冒他就脫溫水 對啊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各國都沒有辦法估計說 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 這個不顯性的感染 或很輕微的感染 我沒辦法 除非 除非我們把所有人都拿來 這個驗血 對不對 這個成本太高 我們做不到 所以這一點 各國都一樣 好 因為我老闆 時間夠 我每天等我 我要快去 最後還是確認一下 我剛才的建議 好 謝謝 第一個 不是 你說CF蛋內容第一個 這個流感 去那裡煮飯器 H1N1不用錢 不要H1N1不用隔離病房 H1N1不用隔離病房 H1N1不用隔離病房 掛一個口袋 可以去外面Shopping 去外面買便當 去外面買口紅 通通可以 但是 但是 但是要 需要的時候要就醫 身體不舒服要就醫 好 就在那裡